你是怎么看待CDC和CAC的比赛结果 你觉得你属于画牢吗 不是 不是 OK 今天的社区Rapper是书上圈的Yan Bridge Hey what's up 我是Bridge Pilkel Nick 我是Satai 咱今天什么都能聊吗 随便 什么都能聊 第一个问题就是 盖在你心中有多重要 就是他再重我也要 以前我们有个概念叫做死血 死血就是为家人奋力到死 为兄弟抛洒热血 我们是死血 为了做好这次巅峰对决的巅峰MC 你在私下做了哪些准备呢 其实准备不是很多 我喜欢自己真实的一个freestyle的状态 因为那是我的lifestyle 所以说我觉得无招胜有招 是最好的一个东西 第三个问题就是 你怎么看待自己这次的主持人的身份 其实如果做主持的话 我希望我会做到比 在当一个rapper的时候更酷 做主持的话 就像小时候我们看那个动画片 蜻蜓队长一样 三绝队裁判的公正漂亮 裁判机器人蜻蜓队长前来进见 前提一定要做到比赛公平 就是说我有我喜欢的队伍 在DMG《众梦》里面 也是我自己的厂牌在里面的 但作为主持人的身份的话 你一定要端水大师 一碗水要端平 你不可能上一秒 所以我希望自己做的比 HIPHOP做一个rapper更有责任感 我觉得你今天一出场给大家带了一个惊喜 你有没有觉得自己很像PASMO 今天和谢迪在一起的时候 他说你头发好PASMO那个感觉了 你今天还跟谢迪有交流一下吗 对对对对 我们其实交流很多 我每次很喜欢和他在一起聊天 因为谢迪很真实 我喜欢 你盖伊魔王都加入了中梦 王启民什么时候加入呢 我是盖叫过去的 然后我加入中梦6国后 我把 fortun работ也交过去了 所以王启民多久加入你就去坏木都 ik 你觉得你属于画牢吗 不是 那你觉得你的freestyle 在中文说唱里面能排第几 我觉得是这样的 不说排第几嘛 如果中文说唱freestyle里面有名人堂 里面一定有我的位子 下一个就是 你为什么从之前老大的说唱风格 变成了儿童说唱的呢 其实我觉得 任何我呈现的那些东西上面的都是我 老大是我想要奋斗向前 我在讲述着我想要前进 想要一个得到大家认可 那爱看漫画书 爱玩电子游戏 那也是我 那个爱和小孩子一起玩 喜欢穿的五颜六色 虽然今天我是黑色 因为我们今天录了节目 那是一体的 那就是我 是 我今天有听K11说 就是说你下一次的专辑或者是EP的话 会有很大的不同 现在我整体的歌曲包括我和Guy的 都K11操作 但是加入《众梦音乐》过后 那个K11现在他就更近期 有详细的规划 一首歌要多少的预算 拍MV要多少钱 制作要多少钱 是否对一个歌要真身实陆 这个歌打什么市场 要更有针对性 会更加明确的一些东西 所以说在下一张专辑里面会更加体现 而且今年想的不想 只交一张 希望交两张 这是不是正规公司给你带来的这种 不是我觉得是中文音乐对我们在做音乐上面不设限我们 我们想要吃这碗饭 rapper对自己的一个要求 那公司看的肯定是好的呀 中文说唱巅峰对决很绝 但DMG我们也要卷起来 首先一能进到这个组织来的人都很棒 那去到全国每个地方你一定不会差 就是这样 所以说我觉得一切东西都是良性的 我很喜欢和公司之间 vaba 爱乐 早安 盖 大家一起包括误读明珍的东西 但没有暗躲的成分 对对对 如果此时此刻要清唱的话 你最想唱哪首歌 我可能想唱激情的歌 你在很久很久以前 你拥有我 我拥有你 Bri你现在当爸爸是一种什么感觉 责任感会加重 责任感会加重 当然就是说我本来就是一个很有责任感的人 对外人经常不了解的人 我经常会跟他们说 大家看到我们穿的这个样子 但是其实我内心是一个很传统的中国人 做一个好父亲 让他们过上更好的生活 让孩子找到属于人生的什么是梦想 什么是方向 我希望那是我能够带给他的一个东西 我觉得这就是hiphop 对对对 for real 这就是hiphop 我有发现很多粉丝还是很喜欢你留垫子的样子 我觉得就是说 不管我做什么样子在我心中我都是hiphop的样子 不管我编辫子 剪掉圆寸 留上刘海遮住我的眼睛 但我就觉得我是hiphop 我一定要秘密 你喜欢我编辫子的样子 那你是不是也忘了当时你最爱我的样子 你懂我意思 你最支持我的样子 但无所谓 我觉得就像江水一样 有时高有时低 30年河洞 30年河西 但只要我自己对得起我自己 再从中的努力 我知道我要往哪走 我知道什么时候该回去 下一个问题就是你的个人品牌PUK 你觉得你可以做到像马斯维 Nono他们那样成功吗 我希望 因为现在他们做的真的很好 所以说我只能说我希望 甚至能够有笔尖 但是我那个野心一直在我心里 对 那我们今天都有看完CTC和CC的比赛 那你的rullet都一一叉碎 是谁的地位在积极可慰 我说过也包括你们在类 我看得清楚 状况都别影响关系 你觉得比赛结果 你是怎么看待的呢 我无法就是说 控制每一个人的那个心 就像刘德华说的那个东西 你交个朋友不是让你来分对错的 N啊 我会 我会给SIP Respect 就是说 但是最后终的结果 还是余歌 所有rapper都住在同一个社区 下期你想看谁呢 乌都 我想看乌都 感谢Bridge OK 辛苦了 辛苦我梦 辛苦你了 Peace 第一次我感觉非常的奇妙 Peace and love 被反复提到 我想要了解 但找不到渠道